字文宝雪 二十四孝之十一 朝代 晋朝 孝子 吴猛 老吴 天快黑了 咱们收工吧 好的 收工 爹爹回来了 爹爹回来了 孟儿 饿了吧 走 爹给你做饭去 可以吃饭了 孟儿 怎么了 爹爹的胡子 也开始吃米饭了 哈哈哈 爹爹你辛苦一天了 快去休息吧 我来洗碗 孟儿真懂事啊 那爹爹就去休息了 嗯 爹爹快去吧 爹爹爹就去休息哦 爹爹呢 我来洗碗 će 下来 我来洗碗 猛儿 猛儿 爹爹 你醒啦 猛儿 你这是怎么了 猛儿看蚊子咬得爹爹睡不着 并想把蚊子都吸引过来 让爹爹睡个好觉 好孩子 你这是何苦啊 走 爹爹领你去看大夫 大夫 有劳您给孩子治治吧 你是怎么做大人的 看 都把孩子咬成这样了 真实的 唉 都怪我 只顾睡觉 老爷爷 不能怪爹爹 我们家穷没有蚊帐 妈为了让爹爹睡个好觉 才要蚊子来咬我的 不怪爹爹 啊 小小年纪竟处处为父着想 实为大孝子啊 你们父子不用担心 待老夫开上一剂药 涂抹患处 一天便可治愈 多谢大夫 不用客气 二牛 到后屋把那顶用不着的蚊帐拿过来 老夫要送给他们父子 哎 马上去拿 哎呀 使不得使不得 难得小小孩儿 有如此孝心 老夫的一点心意 你们就不要推辞了 那 吴某恭敬不如从命了 谢过先生了 谢谢老爷爷 爹爹 我们有蚊帐了 我们有蚊帐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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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为顺乎父母 可以解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梢